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心学堂 非常开心 今天在这里又和大家见面了 我是安心学堂的教务长Paul 我们有一个同学群和通知群 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 然后请大家邀请进来通知群和同学群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谈奥巴马健保和联邦退休医疗保险 我们特别请到了Lucy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Lucy Wu她是一个化工的博士 她主要负责设计工程项目 也是一个全职的妈妈 陪着她的孩子成长 现在Lucy Wu老师其实也面临着退休 在她自己研究奥巴马健保和联邦退休医疗保险的过程当中 她发现她有很多的东西 可以帮助大家来分享她的知识 那今天呢 Lucy Wu老师来给大家讲解说 谁可以申请奥巴马健保和退休医疗保险 为什么有人每个月只要交一块钱 就可以拿到这个奥巴马健保了呢 还有她的一些工作日是什么 然后我们还这次呢 我们还请到了两位老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在申请过程当中的经验 还有一些大家可以避免的 可以说避免的坑嘛 避免的一些事情吧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Lucy Wu老师 好Lucy老师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安心学堂和安心学堂的赞助单位们 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分享一些信息 所以今天呢 我就是受邀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美国的奥巴马健保和联邦退休医疗保险的一些 信息和一些概念 那开始之前呢 我就说我会让波浪老师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民调 看看大家对奥巴马健保 还对过一会儿的联邦退休医疗保险 有一些什么样的概念 有些什么样的认知 然后呢我会有一个像一个新的申请人的身份来 跟你们一起分享是怎么样去申请 怎么样资格和保费补贴是怎么回事 所以呢就有请波浪老师先做个民调吧 那这个民调的内容呢 第一个呢就是讲的就是 奥巴马健保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奥巴马公司的保险 是不是商业保险 是不是集体保险 是不是有保费补贴的个人商业医疗保险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 奥巴马健保开放的日期是什么 是每年的11月1号到1月31号呢 还是11月1号到12月15号 那请大家回答问题 那个结果已经出来了 你看看 那个波浪老师可以报一下 好的我们有百分 第一个问题是奥巴马的健保是什么 我们有5%的同学认为是商业保险 12%的同学认为是集体保险 有81%就大部分人认为的是 有保费补贴的个人商业医疗保险 对我相信就是最后一个答案 也是大家认同的81%的人认为是有保费补贴的 个人商业医疗保险 对它确实是商业保险 也不是说它是一个另立的一个奥巴马健保 就是说是商业保险只不过就有这个保费补贴 第一个问题是奥巴马保险开放申请日期是什么 然后34%的同学认为是11月1号到1月31号 66%的同学认为是11月1号到12月15号 所以就是1比2的比例 对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就看你在美国的哪一个州 那么这两个答案实际上都对 那么第一个答案是如果你生活在加州 那么这个奥巴马健保开放的日期 确实会长一点 就是会从头一年的11月1号 就是现在这个月开始到明年的1月31号 那其他的州呢 就是会是11月1号到12月15号 所以这两个答案都对 好那我们就开始那个下一个 那我们来看看 就是说在美国这个医疗保险 现在没有人不敢有医疗保险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新冠这么残决 确实很害怕 如果没有保险的话 美国的医疗费是就是添价 所以呢 这个医疗保险呢 在美国看的呢 就是有一个年龄的分水龄 一个叫65岁 那65岁之前呢 人们一般都会有集体的医疗保险 就像就是公司提供的 这里的公司根据劳工法 就是说有义务跟雇员 提供集体的医疗保险 如果说这个员工选择 不用集体的医疗保险 他也可以加入 就是我们说的奥巴马健保 但是65岁以后呢 就是通常的情形 或者绝大部分的情形呢 就会进入联邦退休医疗保险 所以我就会有一个 新的申请人这样的一个身份 来分享这些信息 大家觉得很容易接受一点 对吧 你看我们这个川普 实际上已经都做总统四年了 那但是人们为什么还在讲 这个奥巴马健保 奥巴马健保 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小小的故事呢 就是这样的 因为在奥巴马上任的 这个两届之中 2010年的3月 那个通过了一个法律 通过一个法律呢 就是叫做 那个平价的医疗保险 所以呢这个 这个叫平价医疗保险呢 就是那个叫 因为是奥巴马总统 在任的时间 这个通过的呢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 奥巴马这个健康医疗保险 那这个保险的 这个主要的条文啊 就是说呢 每一个生活在美国 有资格的 就生活在美国的居民 都需要有保险 那很多人说 我以前没有新冠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是太关心 我要有没有保险 但是今年 确实是新冠以来 很多人都在寻找医疗保险 而且美国也规定 如果我们不买医疗保险 这很奇怪的规定 还要被罚款 那么这个罚款 大概多少呢 就是说呢 在加州的罚款是 如果明年没有医疗保险的话 每个大人的是750块 那个小孩的话 我这个地方稍微写错了一点点 实际上是大人的一半 应该是375块 或者是这个 一个家庭年收入的 2.5% 那我就举了个例子 如果做四口之家的话 如果没有医疗保险 可能会被罚款 至少是2250块 举个例子 如果说这个家庭的收入是10万块的话 他的罚款有可能就是2500块 刚刚已经讲过了 奥巴马这个保险是不是商业保险 那我们知道它是商业保险 但是它是有保费补贴的商业保险 实际上在2014年以前呢 就是人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奥巴马接保 我们只知道有集体的保险 有个人的商业保险 那么在2014年以后呢 这个保费补贴出现了 所以呢就是说呢 奥巴马接保是有保费补贴的 但是通过那个 如果不通过奥巴马接保去买的商业保险 就没有保费补贴 但是有一点我也想说明一下 就是2014年以前 如果已经有了医疗保险 不想就是改成奥巴马接保呢 也是可以的 那么你就不想受那个保费补贴 同时呢大家都在问 最近因为那个总统选举嘛 就说是不是这个2022年 还有没有这个奥巴马接保呢 实在说来就是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呢一般来说 如果这个保险的法规要变化的话呢 那就一般都需要三年左右 才能够去真正去实施 所以在我的预测来看呢 可能就是说也有可能2024年会有变化 但是2022和2023年都有可能 还是这个奥巴马保险 也有可能以后会改成拜登保险 我们不知道 也有可能改成特朗普白写 我们也不知道 但我们就会以后去关心这些以后的信息 那你看看就是说 在全美国到底有多少人申请奥巴马接保呢 实际上这个保险的就是说 这个开始十年 你四年我这里只是结一张图 就是说在这个最近四年的一个变化 总的来说呢 就是说这个全国是有八百多万人 有奥巴马保险 那但你看看加州就占了大概快20% 尤其是今年的增加特别多 增加了41.2% 那但是去年为什么减少呢 去年是因为去年大家就是政府就宣布 去年不是必保 所以很多人想 我很节节康康 我不需要去付那个多余的保费 所以有很多人就这个退出了 但是今年又重新多减回来了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一方面是因为就是必保 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新冠 大家对于保险开始重视起来 那么好多人就讲 那我到底符不符合资格呢 我这个如果我符合资格的话 会什么时候申请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实际上就是说符不符合资格 首先就是看很多人不关心 我巴马接保呢 就是因为他在单位已经有医疗保险 那么确实那一批人呢 是很幸运的 也不需要就是到外面来买 也有可能他们的收入也超过 就是即使到这个 我巴马接保来买保险 可能也没有保费补贴 所以我们三个测试指标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是看你的 就是在美国的身份 是公民啊 是绿卡啊 是什么样的身份 第二个呢 就看你家庭住在什么地方 因为他这个保险 也是以周围单位来计算的 就是说 然后呢 第三个主要就是收入 就每个家庭的收入情况之面 来决定到底我的资格是不是有 那么刚刚讲到就是移民和签证的类型 当然我们大家知道 就是公民和绿卡一定是合法的美国身份 实际上呢 还有一些别的一些就是签证身份 也符合我巴马接保的购买 一个是公卡 还有公签 学生和那个访问学者都有 所以你看那个H F M J L O P Q 没有Q对不起 就是说都用了都可以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都关心的是 如果我的父母亲来探亲 来的时间比较长 尤其像今年这样的 是不是也符合这个买欧巴马接保呢 也是可以符合的 就是说但是呢他确实要建立这三个 就是说这个基本的一个一个条件 就是你的签证身份 你是不是在这里有有比较长久的一个住址 还有呢就是你的收入 这个三个方面都要去测试 然后呢有些人也说 我假如说一个家庭 我的先生在工作 他有单位的保险 但是我和孩子没有 对吧 那我能不能参加那个欧巴马接保呢 这个答案是yes 是可以的 不过这个时候呢就有些人说 那我先生在单位那个收入很高 十多万 我们两个呢 或者我和小孩呢都没有收入 那我能不能去申请那个低收入的保险呢 那我想说的是就是说 这个周围欧巴马接保申请的一个 必要条件就是说 夫妻必须的联合报税 这样的话呢才是一个公平的一个东西 对 还有呢就是刚刚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这个公众开放日期 实际上现在很多 已经在欧巴马接保里面的朋友呢 他们都已经收到信 就是说呢 从10月1号到12月15号呢 是已有那个欧巴马接保的呢 就可以继续续言了 然后新申请的就像刚刚说的一样 就是从11月1号到明年的1月31号 这新申请在加州 在别的州呢 是11月1号到12月15号就可以申请 申请12月15号以前申请交进去了 明年1月1号申请就可以生效了 就是说那当然因为考虑到各种各样特殊的情形 实际上就是说呢 在美国这个保险的申请 实际上是可能是就是每个月都可能 或者每一天都可能 那么这个呢 你必须得符合一个特殊的叫做申请日期 或者生活世界 举个例子 如果说一个人他从公司 他自己辞工作 或者说他被炒鱿鱼 或者说他被下岗 都可以用一个特殊的这样情形去申请保险 也有可能是搬家 搬离了加州 搬进了加州 或者是我今年这个结婚了 或者是离婚了 或者是贴了宝宝了 或者说是去世了 这样的人都可以改变 就是说你申请的那个计划和公司 一般来说都会在这个时候 给你60天的那个仓口 你就可以去申请 那刚刚我们也讲过 就是说什么样的对象 会想到要申请呢 就是说 那我就说了 就是说凡是没有公司保险的 合法的 有合法居留权的美国居住者 有兴趣拿到保费补贴的 自有职业人士 自雇人士 小业主 新移民 合同工 甚至于中小企业的雇员 如果他们不 他们选择不在单位 拿集体保险 他们也可以到 欧巴马接保这边来申请 因为很多时候 当他们收入不是太高的时候 家庭人数又比较多 他会拿到比较高的补贴 有的人就说 哎呀 我到处打听 我就是不知道 该从哪里开始 申请这个欧巴马接保 那我这里呢 就是简单分享一下 就是说从这个官方来说呢 是他叫做有一个叫 借保交易市场 这个借保交易市场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人们必须得通过 每一个州或者是这个官网 去申请保险 才能够得到保费补贴 不是说我自己 直接假如到哪一家保险公司 的那个官网上去申请 那些呢属于不能够符合 补贴的那个善业保险 所以通过这么样一个叫 借保交易市场呢 就是Healthcare 点GV这个网站 你只要进去 然后你把你的州 假如是加州 德州 纽约州 这样只要点进去呢 他就会帮你就是 就是转移到 他们那个州的 那个一个 这个叫做 借保交易市场的网站 但是不是每一个州 都有一个单独的 特殊的一个 一个州的一个网站的 有一些呢 是有像加州吧 因为加州是 也是全国最大的州嘛 所以呢 他就专门有一个 就叫投保加州 或者叫加州 借保的网站 你看到有那个 四个桌子上面 带着四个顶 或者叫做 一家四口吧 那个 那么 这个的话呢 就是 投保加州的那个 网页 然后纽约 你看他就有个 专门的 也有一个网页 我看了一下 德州 就没有 那么你就直接通过 那个 那个 就是国家的 这个官网 就可以进去 然后输一些信息 他就可以告诉你 你的这个情况会怎么样 那我呢 因为生活在旧金山 所以呢 就是我就 主要是用我知道的 加州的一些信息 来分享一下 那么一般呢 就是当你进入 那个投保加州 如果我有 有有有 有时间的话 我可以也试一下 就是进入那个 coveredcaa.com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 就是说去 就像去上面 它因为是一个交易市场 你就可以上 到上面去 像购物一样的 对 你可以去购物 你可以去比较 当你把这几个信息 实际上它就需要 四个信息 把你的邮编 把你的 你家的收入 把你的人口数 还有你们 这个需要 要借保的年龄 输进去以后 它就会告诉你 你到底 就是说你的 这个目前的 就是说 情况会怎么样 最多的是 它会告诉你 你的补贴会是多少 那么这个补贴呢 跟什么有关系呢 我一会儿还会 详细的说一下 但是呢 从这个一个 基本的分析里 就是说呢 是根据 联邦贫困界的 那个划分 也就是说 在什么样的范围之内 会有保费补贴呢 那么你就看 就是说呢 在加州呢 我们的那个 欧巴马街宝的 贫困界呢 是化在全国 贫困界的 1.38倍 也就是说 如果你根据 家庭的人口 你的家的收入 在1.38倍的 那个联邦贫困界之下呢 你就享受 低收入的免费 保险 这个呢 叫做Medical 也可以叫白卡 如果你们的收入 在1.38倍和6倍之间 那么你就会享受 有保费补贴的 欧巴马街宝 当你的收入 超过了6倍以上 那么这个时候 就没有保费补贴 但是你依然可以 通过投保加州 去买这个保险 所以像这么一个 55岁的收入 年收入在 18,500 住在伯克利的 一个居民的话 他就是 会享受到 中间那一难 就是说 你看他每个月的 保费补贴 可以高到 923块钱 那他的净保费呢 就是每个月 就是付1块钱 但是如果说 他的收入 要是超过了6倍 也就是说 达到了6万5以上 那么他就没有 保费补贴了 那他仗也要买保险的话 他就要付 924块钱 一个月 当然这个是 举个例子 就是对一个 特殊的计划 或者是 零级计划 或者经济计划 或者是 统级计划来说 他是这样的 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 你要是不参加 欧巴马借保 不通过 这个 这个 投保加州的话呢 你可能就要付 924块 但你通过他的话呢 你就可以拿到 923块的 保费补贴 然后你自己 只需要 交1块钱 这个差别 还是挺大的 好 那么很多人就讲 哎呀 我这个收入 到底是 吴老师 到底是怎么算的呢 很多人都是来问我 是不是税后的收入啊 还是 税前的收入啊 还是总收入啊 还是什么什么收入啊 所以我就想呢 在这里呢 特别讲一下 这个 这个欧巴马借保的 这个收入呢 叫做 我们定义 我叫MAGI MAGI 什么意思呢 首先是AGI AGI呢 就是我们这个 联邦 报税表的 这个 第8B 这一行 你们就去看 那个1040表啊 特别要注意 这个是8B那一行 写的就是叫 Adjusted Growth Income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叫 调整号的 毛收入 所以它并不是税后的收入 也是 首先是税前的收入 但又跟总收入 有一些关系 但又不是 这个直接是那关系啊 所以说8B呢 就形成了 是对这个MAGI的 一个主要贡献 但是MAGI呢 同时呢 它还定义为 需要加回去一些 像不需要交税的 外国收入 和不需要交税的 这个联邦 算退休金 再加上呢 不需要交税的利息 这些都应该 算回去 才成为MAGI MAGI呢 在你那个联邦税表里面 是找不到内南的 只有AGI才有 还有一个就是说 更加难的题目 大家都在问的是 哎呀 我2021年 我还不知道 我工作会得多少收入 你现在就要让我 问我 到底怎么办呢 所以这也是一个 小小的难题 是为什么呢 因为联邦的补贴啊 这个税收 这个就是保费补贴 它也是一些预制给你 但是预制给你的时候 它必须 让你知道 要假设一个收入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 很多人就会说 哎呀 我这个到底怎么估算 那我这里呢 就是给你一点点 就是说 这个信息就是说呢 你可以参照你前年的报税单 假设我2019年的报税单 2020年 大概估计的报税单 因为他们都是 假设你的收入 可能就在这个 跟你前年的收入差不多 前后差个10%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 预计明年的收入 会有极大的变化 假设我会卖掉一个 200万的房子 增值了100万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 那这个数字就会变化很大了 但是如果说 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 那你就用前年的报税单 做一个参照 还有呢 就是说你现在目前 每个月的工资单 或者每半个月 每两周发的工资单 你去做成一下 一年的收入会是多少 还有很多就是说 确实是自己是自雇的呀 自有职业 也真的说不上 我自己明年会挣多少钱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他 就是也是根据前一年的报税 估算一个 然后呢 就是这个投保加州呢 就是填个表 叫做收入成数表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呢 他也会比较宽松的 能够接受你的保险 就是说 但是这个收入呢 实际上在每时每刻 你都可以去变化 或者就是告诉你的经纪人 或者告诉你的这个业务员 去变化 只要就是说你的收入变化 不超过10%以上 那你也可以暂时 不跟政府去申报 但是如果超过了10%的话呢 还是需要去申报一下 因为这个确实会影响 你的那个保费补贴的预资 甚至于有的时候会从一个 就是类别就滑到另外一个类别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变化就比较大 所以大家就是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有的人就是 哎呀觉得怎么回事 我的介绑保险竟然跟 这个联邦的评分线和家庭的收入都挂钩了 确实答案是这样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真是因为它的补贴 是在这个介绑 就是在你的收入的一点 联邦贫困线的1.38倍和6倍之间 那么你就要很注意了 就是说呢 那联邦贫困线呢 实际上是根据家庭的人口 它画的一条线 所以呢 一个人的贫困线和三个人的贫困线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这个表上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写的100%的这个呢 就是联邦贫困线 假如说像2020年 这个联邦贫困线呢 一个人就是在你挣12,760以下 就是算是在一个低收入的范围 如果是四口之家的话 就会涨到26,200块 再加上在加州呢 又放大了1.38倍 也就是说呢 如果一个人的话呢 你挣钱在18,000以下 17,000以下 你算贫困 但是四个人的话呢 就到了36,200块 所以它这个是随着你家庭人口的增加额 增加的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 在你看600%的这个线呢 一个人呢 就是说在76,560 四个人的话呢 就到了157,200 因为随着你这个放荡 确实后来的距离就越来越大了 也就是这么解释 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人 我的收入在76,000以下 我还有希望拿到保费补贴 但如果超过76,500 或者76,600的话 就对不起 就没有补贴了 对于同样来说 四口之家的话 如果你的收入超过了158,000 那么这个上也没有什么收入 没有什么补贴了 可是你只要低于这种线 你很可能就拿到每个月 一百块两百块的保费补贴 因为是算月 所以一两百块乘以十二 也是挺多的一个数字 所以大家也是注意一下 好 那么到下个屏幕呢 我就讲讲 就是说很多人说 我买的保险是什么铜级 什么金级 又是什么薄金级 这个计划为什么跟金属连在一块了 有的人说是不是除了金银铜 有没有铁级计划呢 很多人也是很好奇 所以我就是在这里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这个保险计划就在2014年 因为那个欧巴马戒保的推行 他们所有的 基本上所有的保险公司 都把这个计划就标准化了 就花成了四级 基本上是 那么我们就说 最便宜的金属呢 那么那个级别最低 所以叫铜级 那60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保险公司总是拿大头 对不对 所以呢 60的意思呢 就是保险公司会报销60% 也就用另外一个概念来说呢 就是共同保险呢 我们就叫64分 对吧 那么同样 我们可以解释 银级呢 就是73分 金级82分 那博金是最高级别呢 就是91分 那么也就是说呢 在美国的保险里面呢 就是这个 受保人呢 至少要担负90% 10% 那么保险公司呢 是可以付到90% 这样一个概念 那我刚刚呢 就是把这个表 比较的 内容比较多 我就不详细的说 但是呢 这里面就是说呢 讲到的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你买到的保险的一个保险福利 到底是怎么样 那么大家关心的是 我去看医生 我要交多少钱 我去做一个X光 我要交多少钱 我要是碰到了紧急情况 我要进急诊时 我交多少钱 对吧 所以这里面也讲到 就是说这个药费 还有呢 大家就是说 比较关心的是 如果我在这一年里面 我到底买一个计划 我的最高支付费是多少 因为这个是在很多 在美国生活久了的人都知道 就是说 我是不是这个保险 是不是上封顶 下保底呢 是吧 所以那我就想 分享一句的是呢 所有的美国的商业保险呢 都是上不封顶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病人真的是住 这个加急病房 度了两个月 费用是三十万五十万 那保险公司多得付 而且呢 就是说呢 当你把你那一年度的 最高支付额 付到最高了以后 那你就一分钱也不用付了 对吧 所以说另外一个概念来说呢 也是这个美国的商业 或者是欧巴马健保呢 都是一个叫做 基本上 如果买的级别比较基本的话呢 是一个保大不保小的一个过程 所谓保大不保小 就是刚刚就说 如果说 我确实今年非常的不幸运 生了一个大病的话 或者是 碰到一个意外的情形的话呢 也不用太担心 你当你有这个保险的时候 你过了那个最高支付费之外 那么就一直会保 所以就说 很多的 中国或者是外国过来的朋友 就会问 哎 吴老师你们在这边 有没有这个什么中级啊 中级的这种保险 刚开始大家都觉得 嗯 中级中级 没听说过 后来呢 在我自己了解以后呢 我就知道 哦 这个因为是商业保险 都是会保 所有的 就是说 癌症啊 木齐啊 那个 那个 长期护理啊 这些 就是长期护理里面的前面 一部分哈 就是说的 这个 如果是万一是要用一用药的 都是在这个医疗保险里面 就包括了 所以就是说呢 确实也没有必要 再去买一个中级 中级 但是我说不保小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你看看 如果是一个基本的同级60的保险 那它的支付 每年的最高支付费 实际上还是不低的 你看从2021年的话呢 还从 今年的7千8 调到了8千2 就是说呢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病人真的是不幸运 他用了 一天的这个 紧急交互病患 可能就是一万块 那么这个时候呢 8千2 可能就要有病人来付 然后8千2以上 那么就保险公司就开始付了 所以这个8千2 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一个大数目 可是呢 我就说呢 我总是这样 举例子就是说呢 我说这个 这个数目都是相对的 有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 一块钱 是一个大数目 对很多人来说是个小数目 8千2对很多人来说是个大数目 但是呢 如果说真的是住一天的ICU 这个8千2就出去了 对吧 可是你到了第二天 那你就有保障了 所以我们要去 比较辩证地看这个问题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讲讲 就是说这个保险公司这么多 那我到底应该学什么样的保险公司 学什么样的计划呢 对吧 所以我这里呢 就是简单的截屏了一下 就是通过投保加州 就coverseer.com 你自己去做那个 就是购买和比较的那个屏幕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是一个公共的信息 就是说也举这个例子 还是这个住在伯克里的一个55岁的这个人士 收入是18500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他可以写不同的公司 也可以写不同的计划 但是呢 在我们这个区域呢 只有这个开舍和南顿 他是跟投保加州是有这个协议关系的 所以呢 那你就可以看到像18500的这个55岁的这个朋友呢 他可以选到最好的银机94 而且只要交一块钱 但是他交一块钱的背号是有867块钱的补贴 可是同样的 如果他要选南顿一个开放式的医疗网络 或者这个还不是就是HMO 他就要交59块钱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保险公司 即使是同样的计划 你的净保费也可能不一样 而且呢 就是说呢 你在同一家公司 你可能写不同的计划 保费也可能不一样 所以这个呢 就是要 你要跟你的这个经纪人 或者帮助你的业务员去一起去讨论 还要看看自己对于保险的需要 自己的身体状况等等 可能要去就是说 去写这一个合适的计划 同时你也可以看到 我就又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 如果这个同样这个55岁的朋友 他如果坐在那个洛杉矶那边的话 你看他的 他同样可以写这些计划 但是保费就很不一样 可以看那个凯瑟在南加州 他的补贴就低很多 那个你看他 所以他他虽然总保费 他也没有超过那个北加州 但是他的补贴低很多 所以呢 同样买94的话呢 他就要付快120块钱 南顿好像看上去 他在那边还便宜一些 所以不同的地域 可能要学不同的这个保险公司 或者就是说不同的计划 那我这里呢 总结了一下 就是说 哪一些参数会议 因为大家都很关心 实际上来嘛 保险的时候有两个目的吧 一个就是让你是能够得到一个安心 有保障 第二个呢 大家很关心 我自己到底保费要交多少钱 因为保费这个东西 是叫消费性的保险 消费性的意思 就跟你买车险一样 就是说 如果我去年很幸运 我车没有什么 就是碰到什么事故啊 那我交的钱呢 就是交了个安心了 就是不能拿回来的 那个借保呢 也是一样 除非就是说 有些人啊 知道我自己身上 有健康的问题 我是很需要 要看医生的 那么呢 是会觉得 就是我一定要买个 好一点的保险 那当然很多人呢 就是为了买个安心 和保个意外 所以他们很关心 我到底要交多少钱 所以我就总结了一下呢 就是说 这个保费 和保费补贴 到底受拿 写因素的影响 这里至少我能看到的 大概有这个六个方面 一个当然就是 跟你的收入 是非常的相关 然后呢 年龄也决定 同样的收入 可能年龄 不同的总保费 你住的地方不一样 也会影响你的保费 那你选择保险公司 和每个保险公司 里面的计划的 不一样会影响 当然家庭人口数 肯定也会影响 就是说你的总保费 那么总保费 主要是受年龄 和低域的限制 那有些人说 如果是一个55岁的 男性和女性 有什么区别吗 或者说 我以前有了 歇血疾病 和没有歇血疾病 有没有区别 这正是 奥巴马戒保的 一个美妙之处呢 他就说 他把这些所有的 以前的一些 影响保费的条件 都去除掉了 也就是说 你无论男女 只要是55岁 住在同一个地方 保费都一样 你抽不抽烟 以前有没有冠心病 有没有高血压 都没有关系 只是看你的年龄和地域 那么但是这个保费补贴 的影响就比较多一点了 就是跟你的收入 跟你住的地方 和你学的保险公司 还有学什么计划 都有一些关系了 但是这个政府呢 就是规定 无论你学什么样的计划 你至少每个月 要交一块钱 这个钱并不多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一块钱呢 意义非常的大 就是表示你有一个保险 我这里呢 就是下面这些图案呢 就是我数了一下 大概有十个 十一二个公司吧 都是跟投保加州 就是说有注册的 就是说或者说 淘宝加州代理的 这些公司 在都覆盖了加州 从南到北的这些区域 那么像在伯克利这边附近 或者湾区比较 比较流行的 大概就是南顿 凯撒 这个健康网 还有这个有一个 华人保健计划 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那个硅谷的 那个健康计划 也是我们这边 一些朋友能够学得到的 那我就 那花了点时间去 就像做这个模拟一样的 我就去花了点时间 把一些这个数据呢 总结了一下 也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 这个六个因素的影响 不同的收入啊 不同的地域啊 不同的保险公司啊 保险的级别 年龄和家庭人口数 你看都会影响你的保费 尤其是净保费啊 包括补贴 那都不一样 也就是说 如果说是一个 一个年龄三十的 住在伯克利的一个小伙子 或者一个美丽的姑娘 你就看 当她的那个MAGI 不一样的时候 她要交的保费 即使是选同一个级别 可能从一块钱 到203块钱 我们都是讲的 每个月的保费啊 如果她你看到 住的这个区域不一样 她住在伯克利 她可能就要交 每个月67块 但是呢 她如果坐在这个洛杉矶 选同样的计划 同样的保险公司 她就要交141块 也就是说 她可能要多交80块钱 一个月 如果选到保险公司 你看不一样 目前来说的话 南邓和凯撒 是两个就是说 贯穿整个南北加州的 是比较就是说 普遍的计划 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们的差别 可能是100块 这样的 当然保险的级别不一样 肯定是 你买到的这个福利 也不一样的时候呢 你肯定是同级最便宜 但是搏紧级是最贵 你看你要多到 多交400多块 还有呢 就是我也讲到 年龄不一样 肯定是有影响的 你看年龄 如果说一个30岁的 和一个60岁的 她的净保费 也是不一样的 家庭人口数的话呢 当然如果同样的收入 不同的家庭人口数 肯定交的保费 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收入 你的家庭人口数越多 你的保费补贴越高 你自己要交的净保费 也就越低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看这几个因素里面 什么东西我们可以 如果说去做个优化的话 什么东西能够 就是优化这个净保费呢 所以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 我觉得因为你住的地方 也不能因为这个保险便宜 我就搬到那去 除非我是非常自由的 那个保险公司呢 当然你可以挑三解四 也有可能你说我喜欢这一家 不喜欢那一家 这个是个人的选择 保险的级别呢 是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 可以要去挑 对吧 年龄的话 我希望我也能把年龄 就是调高一点 或者调低一点 但是这个我们每年都会 每每每每这个过一年 我们都会涨一岁 这是不可避免的 家庭人口数的话 也是对吧 我们都会爱护我们的家庭 我们不希望少了一个 或者贴一个都是很好的事 所以在这里看来 优化收入可能是一个比较 就是说能够使你的保费 的补贴增多的一个 这样一个途径 所以我就在旁边念了一下 因为优化你的收入 也意味着你当年交的税 也会降低 举个例子 一个30岁的一个人士 如果他的收入在36500和30500 他差6000块钱的话 你看他在保费补贴上面 他会多 每个月多了快60块钱 然后他又省了当年的税 25%的税至少吧 对吧 联邦税加州税 所以他这样算下来呢 他可以省到快2000 也一年可以省 差不多2300块钱的 这个是真正就是说 政府跟你省个税 而不是说到了别的地方去了 对吧 否则的话 如果收入高了 你就不交出去 对吧 都要从自己口网里出去 而且你的这个税收也会 那么我刚刚讲的这一块呢 我就是说 知道很寻找这个 很多人是找得很苦劳 也没找到 我这里来的很多客人呢 都有这样类似的经历 他们都非常的惊喜地发现 我还在这里 所以我就想今天呢 我也是请我的一个客人 也是我的老乡 Christina 我叫他小赵 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 老赵老师等会儿 要分享 联邦退休医疗保险的一个 也是一个加入的过程 所以我就叫他小赵 实际上Christina呢 她就是前几年新移民过来 也是一直在苦苦地找这个保险 听着有的人说 可以买到很便宜的保险 就是不知道在哪买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想请出Christina 来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 她这几年 怎么样找这个保险 又最好怎么找到 我们这个过程吧 方老师 对不起 Pola老师 你能不能就是切换到 Christina 好我在这边 谢谢 好那个Pola老师 还有Lucy老师 你们好 还有各位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就我们加州的晚上了 那个Lucy老师呢 让我分享一下 我这这么多年来 为什么最后选择 这个奥巴马保险 因为我九年前 是因为儿子要读高中 所以我们全家就投资移民 来到了美国 那因为我们两边跑嘛 就是我们除了陪儿子读书之外 其实我们两 中美两边都有 都那个什么 所以呢 我们在美国这边 其实没有收入 那这样的话呢 但是我们又觉得 保险对我们很重要 因为 我是去教会的嘛 那我们牧师当时 就跟我的一个建议 他说你其他的保险 都可以不用买 但是你医疗保险 在美国一定要买 否则的话 他说万一生个病 那是 那这个费用是相当的惊人 所以呢 这个我就一直记住 记住这句话 就说怎么样 我一定要把 来到美国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保险买好 那那个时候呢 因为刚来美国这边 也不认识其他人 所以呢 就我们当时 第一件事就叫买车嘛 买车 那么买车的时候 那个就介绍了 我们一个保险经济 那我们想的 他既然也做车的保险 那医疗保险 应该也可以买吧 所以我们其实就这么多年 就一直找他 帮我们买医疗保险 那其实我们每个月的保费呢 都是在1000到1500美金 这个范围内 但是我们因为我们两边都有跑 所以我每年在国内 我是有体检嘛 都都有那个 因为国内的医疗保险 它是就是我存的钱 就是一直是 一直是如果不用的话 一直在保险卡里面 那美国这边是不一样的 美国这边就是 如果我那个我存的里面的 不是说存钱了 就是我每个月的支出 其实就是如果不用的话 就是不用的了 那所以呢 我在美国我也去过几次 我就说 那我也在这边做体检吧 那没想到 其实我去做体检之后呢 回来还是收到了一些 那个叫什么 就是收费嘛 就是收到了一些账单 我就觉得好像 这个好像我又那个 付了很多钱 但是我也没得到很多保障啊 然后每次去 其实也就是去做一些检查而已 但是我的费用也 也那个什么 还是要花很多 所以就后来我就说 干脆我就不在美国这边去看 去检查身体啊 去看病 当然也没什么毛病 但是呢 一般就一既然两边跑 我都一般都在国内去看医生 就是每年的体检啊 还有看一些什么 一些小毛病 这样子的 所以到直到今年其实 是我们在一个老乡群 然后我就认识Lucy老师 她就顺便就问了我一下 因为我是咨询她其他的事情 她就问了我一下保险的事 然后就听到有奥巴马保险 一块钱一个月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当时就非常的吃惊 其实我以前 听说有奥巴马保险 但是呢 没有想过这个 这么一回事 因为身边也没有人介绍嘛 那我就说 那我赶快跟我的那个 原来帮我买医保的那个经济呢 我就说你帮我停掉 我记得是八月份还是几月份了 因为离月底已经好 只有几天了 我就马上跟她说 我现在要停止保险 因为我在买 我说我有其他的朋友 帮我做其他计划 那我当时还是抱着 一个比较试试看的 我说哎呦 我跟我们家先生就说 有一块钱的保险 我说我还没听说过的 然后我们家先生就说 是不是真的呀 他说那个现在新冠的时候 很危险 万一换保险 万一不小心 得新冠的话 那那个治疗还是很麻烦 所以他说让我谨慎一点 后来我是没问题 因为是老乡 如果是别人的话 我肯定就会打一个问号 应该是老乡 我说肯定不会骗我们 那后来真的就转了之后 真的是这几个月 都是每个月三块钱的保险 所以就说确实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同样的 就是 所以我在这里其实蛮谢谢 Lucy老师的 因为也是一个机缘巧合 就是我们认识 那我 我那天就跟他 真诚的跟他说 帮我省了 真的我是来了美国 差不多十年 我一个月的保费 是一千多的话 我一年就要交一万多 那我来美国十年的话 差不多交了十几万了 至少也有十万吧 所以呢 我就说真的是很感谢 就是 也所以当Lucy老师 邀请我的时候 我说义无反顾的 把我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谢谢 谢谢Christina 真的就是 确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很多人就知道 有那个 在灯火南山处 有人等着 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找 那我 现在我在分享我的屏幕 好像Paul老师返国去了 刚刚直接上Christina讲的 就是 我就是举了一个 差不多也是跟他们住在 这个 圣河西 就是硅谷中心的 这样一家 一家四口 我给他算了一下 他如果说 他的收入在 十万块 你想在硅谷 收入十万块 也是很平常的 就是说呢 他的保费 你看就是 是可以是 少到真的是一块钱 你就是一个人一块钱 一家四口就四块钱 如果他能够把他的收入 从十一万一千 十一万 那个 对 四千块 这个能够调下来的话 能够做一些的规划 能够做一些的 税务上的规划的话 你看他每年 差不多就能省一万块钱 这个还是非常合理合法的 就像刚刚Christina说的一样 就说他之前 你看十年 他差不多交出去 十多万块钱 有的时候是觉得 是觉得挺亏的 就是说 因为找不到合适的 这个渠道 而且呢 就是买了 也确实 当然了 我们应该这样讲 我们应该感到幸运 就是说 我们在过去 没有 不需要去用 这个医疗设施 交了这个钱也安心 不过就是说 如果在同样的情况下 能够有这样的 就是根据自己的收入 能够有一些赌贴的话 我想大家都应该 就是说 可以去合理合法的去 利用这样一个资源 就我就想跟大家呢 就是讲一下这个 那么在加州实际上 很有意思的是呢 就是说 我们经常听到 白卡这个概念 白卡呢 在这个加州呢 实际上就叫了 Medical 在全美国联邦呢 是叫Medicate 就是低收入保险 所以你看就是说呢 加州就是很特别 因为可能这边的生活水平 稍微高一点 所以它的那个联邦 平坤线呢 是画在1.38倍 而一般的其他的州呢 基本上是画在1倍 而且呢 就是最近两年呢 我发现 发的这个白卡 一点都不白了 都变成花卡了 就是因为呢 就是加州政府的这个 加州啊 这个我们的州花 就是这个金色的 这个叫做POPPY 所以它用了这样一个图像 把这个白卡呢 就是变得更加美丽多色 那这个呢 就是我就想说一说的是 就是加州的白卡呢 就是这样一个样子 你们可以看到非常的斜眼美丽 但是呢 是在低收入的人群 才可以拿得到 我在就是说在这里呢 就是可能讲个稍微深一点的概念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人 都碰到了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到底在这个过程里面 去找谁 我最要申请了保险 我到底去找谁 有的时候我又收到县里的信 有的时候我又收到 投保加州的信 有的时候我又收到 保险公司的信 所以呢 我在这里就稍微讲一个概念 叫做混合家庭 混合家庭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因为 在这样一个申请的过程里面 根据家庭的人口数 很多时候是因为有孩子 那么呢 孩子的出白卡的这个 收入的这个范围啊 和大人出白卡是不一样的 一般往往来说 在加州是要 大人出白卡是1.38倍的那个收入 但是呢 小孩子出白卡呢 要2.66倍 那这个时候你想 差不多多了一倍 那很多人是达不到的 没有那么高的收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政府会把小孩子就化在 白卡里面 那当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 至少一个这样的成员 是享受白卡的 低收入白卡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家庭就变成了混合家庭 不是说有了这个混血儿 才叫混合家庭 这是从健保的角度来看 这个混合家庭 那当你就是说有了 这个有混合家庭这样的案件呢 你虽然是通过投保加州 申请的保险 他也会立马把你们的档案 直接转到了县里面去了 好 那这个时候就注意了 投保加州就不是 因为我不是说投保加州 它实际上是一个叫官民组合的 结合的一个连接处 一个这样的保险代理机构 只不过只要 只有通过它 我们才能拿保费补贴 所以我们必须的跟它去联系 但是一旦它发现你这个家庭里面 有这个白卡成员之后 它就会把你的案子 立马就转到了 限界保福利办 这个时候你所有的材料 所有的信息的更新 包括家庭收入啊 地址啊 什么变化 你都要回到卸福利办去 所以也就是说 卸福利办才是真正我们的善私 那这个时候呢 所有变化之后 由他来决定了 你的这个健保资格之后呢 投保加州起的作用呢 就是说呢 那大人或者是符合投保加州 健保补贴的那些成员呢 就可以写计划 学好计划以后呢 就会到保险公司去 如果说是纯粹的白卡家庭呢 那么限福利办会 也是会通过他们的那个渠道 去提供那些保险公司和保险计划 跟投保加州呢 就是说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一旦你的收入有变化了 你可能就变成了 就是大人又符合奥巴马戒保 小孩子呢 孩子要白卡之类呢 你又变到了右边那一条 就卸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会在这个 在这个来回之间互相的倒灯 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麻烦和混乱的 但是总的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般的家庭 没有白卡的这个成员的话呢 你就通过投保加州 去更改你的信息 然后保险公司呢 是听投保加州的 但是如果说你的家庭里面有这样白卡的成员 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你就一定要回到县里面的福利办去 然后呢 从那里能够去 去得到你的信息修改以后 然后他给你一套血保险的计划 这个时候就是说 要特别小心 但是呢 一定是每个家庭都会在这个里面会混难 好长一段时间 然后最终再慢慢的就是说 从那个雾水里面跳出来 大家需要有耐心 因为县里面的这个福利办的电话是极其难打的 有的人真的是为了这个真的是三尽脑筋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必须的征选这么一条 这个就是说 谁是主人的这个这样一个泄露 然后去按照那个政府规定的这个步骤和这个程序去办事情 所以这个呢 我就是也露说两句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结束了第一部分的 就是说这个 欧巴马借保的信息分享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紧接着呢 就会做一下就是联邦退休医疗保险的这方面 因为在我们这个封省里的时候 我们就会到了65岁以后 我们又怎么办呢 还要继续有保险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想请波浪老师呢 就是再做一下民调 波浪老师你在吗 这个民调的也很简单 就是说呢 申请联邦退休医疗保险的年龄是什么 是不是59岁半 62岁 65岁 还是68岁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联邦贫困界的定义是什么 第一是不是用来决定个人或家庭 是否符合联邦福利的经济测量 这个好像有点奥考 就是一个经济指标吧 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呢是美国家庭享受 美国家庭吃穿住行的最低收入标准 第三个答案是两个多次 我给大家几秒钟 30秒钟回答这两个问题 谢谢大家参与 大家大概是刚刚认真听讲了 我写了个很大的65 所以大家都知道 大概是65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有59%的人说两个都是 然后有33%的人是说 是用来决定个人或家庭 事法符合联邦福利的经济测量 应该说是两个多次 因为它是一个最低标准来衡量 就是说这个联邦平均线就是来衡量 我们这个在美国什么样的 就是说这样一个指标 或者一个收入之下 就是一个低收入的家庭 或者低收入的一个指标 那我下面就讲一讲 就是在65岁以后 我们确实就会从一个保险 就会换到另外一个保险 那么65岁在美国的 就是在社保 社安和医疗保险上 是有特殊的一个意义的 那么联邦退休医疗保险 能够革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说革 你要快进入65岁 要满65周岁或者以上 还有呢 就是说呢 如果是在65周岁以下呢 有特殊需要的一些人群 但是联邦退休医疗保险呢 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一个保险 就是说呢 因为它用了很多的字母 用了很多的卡来表示 所以其中大家都能听得到 平时说的就是说 哎呀 这个红南卡呀 什么A部分 B部分 C部分 D部分啊 英文单词呢 又 Medical 又是 加州的那个低收入 又叫Medical 这两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的混淆 反正读的不好的话 全是Medical 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都听不懂 到底是Medical呢 还是Medical 有的时候你就要把那个后面的声音要读得很长 如果是这个像我们本来带着口音的这些 就读不清楚了 所以要注意就是说呢 英文里面讲呢 就叫Medical 而且它分的是 确实是很多的部分 那么我就简单解释一下哈 就是说当你申请那个联邦退休医疗保险的时候呢 它会分两部分 最主要的是A部分和B部分 A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来保你的住月的部分 那么这个住月部分呢 它有一个保费哈 但是如果说你在美国工作的时间足够长 积累了我们所谓说的一个40个工作点 那么这个时候这一部分的保费呢 就是免的 每个人都免的 不管你是挣10万块还是100万块都是免的哈 那么这个40个点怎么来挣呢 就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说呢 每年每个人在美国工作 最多可以挣4个点 那也就是说呢 你要挣满40个点呢 你至少要在美国工作10年 当然也有可能你挣一个点 两个点 零个点 那么你拖的时间可能更长哈 当然就是说你要有40个点 而且要65周岁 第二个部分呢 叫B部分 B部分呢 实际上就是看医生呢 做检查了这些 对吧 那这些的话呢 如果你符合A部分呢 然后呢 你的收入 在一定的收入范围内 就是说 如果这个家庭收入在87以下的话呢 你每个月的这个保费呢 是规定的 148块5 这是每个月 而且就是说呢 是明年 是这个价 去年 今年呢 稍微低一点 它是每年随着这个通货膨胀的 稍微多一点 那然后人家也听到过叫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什么意思呢 第一部分呢 就是药的部分 叫做药保 这个呢 有的时候你可以跟这个 D-R-U-G 连在一起 就是叫做drug 对吧 就是 就是药嘛 所以就是叫药方部分的一个 一个 一个保险 那这个保险呢 是跟AB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 它需要你有这个保险 如果你在你符合申请AB部分的时候 你要是没有买这个保险的话呢 你可能就会被有酒性的发款 在下面会稍微讲一下这个 所以呢 你就想到我们就是说 至少有ABD 这个三个部分 你就很多时候听到老人家在说 红蓝卡 白卡 花卡 什么卡 那么红蓝卡呢 实际上是代表就是说 退休医疗保险 政府发的一张卡 当你申请 只要你在65岁的时候 你申请 你符合那些要求 那么你就会得到一张这样的卡呢 上面是蓝色的 下面是红色的 刚刚我还忘了 就是说 对 提这个申请的日期 现在我正好在这个页面上可以讲一讲 实际上红蓝卡是一张卡 而不是说两张卡 很多人都觉得是 听到很多人说红蓝卡 以为是两张卡 刚刚也提到过了 他的资格的资格就是说呢 十六十五岁在美国至少工作十年 积累了四十个点 这个呢就是说你是一个充分条件 你必须的 你必须的就是符合这个才可以 那申请的日期呢 很多人就又很混淆了 申请的日期是怎么的呢 他实际上个这个退休人士 就六十五岁的这个展准号 前号是七个月的时间来申请 在什么时候呢 就在你进入六十五岁 满六十五岁的那一个月 前面三个月和后面三个月都可以申请 这个申请呢 实际上都是通过一个 就是叫medicare.gov这个网站去申请 因为这个退休医疗保险 实际上是就是政府的医疗保险 所以它叫联邦退休医疗保险 我们每一个进入六十五岁 前号的前三个月 后三个月都可以去申请 那么在这个申请过程里面呢 实际上呢 就是会叫你就是填写个人的信息 他会问一些简单的问题 那这个过程呢 原则上是要这个就是 这个申请者本人去完成 当然有的人确实是因为英语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呢 家庭的成员是可以帮他 也有可能呢 有这样就是有执照的人也可以帮他 对 那这个呢 就是说呢 他找到合适的资源呢 他可以去找到帮助 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呢 会通过叫做 涉案这个退休 这个账号去申请 为什么呢 因为涉案退休呢 在美国来说呢 他是可以比较早申请的 他和六十五岁没有特别的联系 我一会儿会讲到就是说 他的申请的日期比较宽松 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申请过涉案退休了的话呢 当你满六十五岁的那一个月 这个红栏卡就会悄悄的自动的就发到你家里的邮箱来了 所以你就要注意呢 你就不要再单独去申请的 那么但是有些人呢 有些展者呢 他们想工作时间长一点 他们也想拿全部的这个退休 这个涉案福利 就是百分之百的那种 所以有的人呢 他要需要到六十六岁才能退休 才能拿百分之百的那个退休的那个福利呢 所以他有些人是会推迟嘛 那个退休金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比六十五岁要迟了嘛 你就还没有申请那个涉案退休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可能要先申请这个 叫做退休医疗保险 这个过程呢 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六十五岁是卸置的 非常严格的 但是也隔了足够的七个月的时间 让大家申请哈 那所以我刚刚也是讲到了 就是说呢 就是这个联邦退休涉案金和退休医疗保险 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这个中介哈 就就刚刚也就是 我就是重复一下 实际上就是说呢 这个涉案金的申请的年龄区域是比较宽的 你可以从六十二岁开始申请 常规来说哈 到七十岁半都可以申请 你当你提早申请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退休金会永久的打一个折扣 但是你要是推迟到你符合百分之百的退休金的年龄去申请了 他会给你加百分之多少 最多可能能加到百分之三十 那你最多打折扣呢 也可能打掉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那个具体的那个呢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分享哈 那如果你已经拿涉案金的话呢 你刚刚第一部分的保费啊 他们就会主动的从你的退休金里面去扣除了 所以有些人就说当他拿到退休金的时候 他看到是三百四百五百 但实际上呢 是你已经扣了那个一百四十多块钱了 这样的话呢 也省了大家去麻烦 再去再另外去交这个保险金 当然了 如果说你还没有拿退休金的话呢 他就会给你来占单 你就要自己去交这个钱 好 那有些人说 嘿 我是去申请了 我也去填了表了 我也得到那个红蓝卡了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该到哪里去看医生哈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 实际上你就是说 你已经拿到这个联邦的退休医疗保险了 是一个政府的保险 他并没有告诉你会到哪里去看病 这个时候我想告诉你的是呢 就是说呢 这个时候实际上呢 你是可以到任何接收红蓝卡的 这个医疗网络医生服务中心去去看病的 但是这个时候很有意思的是呢 两点哈 我强调一下呢 就是说 一个就是说 当你满足了A部分和B部分的基本的保险之外呢 你其他的还有很多保险 是还没包括的 例如牙科野科这个助听器啊 针灸啊 国外的医疗啊 还有这个医疗反送啊 甚至于整形啊 这些他都是不包括 因为他保的是一个最基本的保险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呢 他A部分B部分 还有挂号费支付额 最可怕的是这个20%的支付比例 也就是相当于欧巴马保险的经济化 八二开 而且这个20%呢 是不封顶的 这一点是很厉害的 就是说 如果说我生个大兵 用20万的话 那就表示20%我要付4万 实际上对于很多展者来说 是很大的一笔开支 还有一点呢 我想强调一下呢 就是这个第一部分 很多人也是不是太知道 我到底什么时候入第一部分呢 所以第一部分呢 他也是告诉你 就是说当你AB的部分符合的时候呢 你一定也要在那个七个月之内 加入这个药费的保险 这个保险呢 是不不是免保费的 它是每个月 基本上一个价格是每个月33块钱 而且还有一个药费的起付额 是445块钱 如果说你不及时加入的话 它是会有一个永久性的发款 它是按每个月你推迟多少 来算那个永久性的一个 多交保费的一个这样一个情形 所以大家呢 就是要注意怎么样把第一部分 按时的加进去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的支付额啊 挂号费啊 这个不封顶 而且确实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我们实际上对医疗的要求是越来越高 也有很有可能会得重大的木齐的这些疾病 那这个时候有还有什么样的 就有些人问我能不能再去买个保险 把这些支付的部分给覆盖掉呢 确实是有的 就是说我在这里简单的就提一下呢 就是说呢 有一个叫做辅助的这个医疗保险 辅助的那个 对不起 辅助的医疗保险呢 就能够 它叫Medigal 能够来覆盖这些费用 也就是简单的说呢 就是我买一个保险 再去覆盖这些费用 叫保险中的保险 那根据不同的覆盖的A部分 B部分的这个福利呢 它有不同的计划 又是一堆的 从ABCD到GHI 所以我说实际上美国政府呢 是很有意思的是 当你到65岁的时候 也一直要不停地学习 才能不停地进步 否则的话 这些26个字母 就不知道该怎么用了 好 那么很多时候还听到有人说 还有个什么C计划之类的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呢 我就想简单解释一下呢 实际上就是说 刚刚联邦政府给的这个A和B的 这部分的计划呢 我们叫做原始计划 就初始计划 那么呢 还有一种C计划呢 实际上呢 是由这个私人的保险公司 就商业保险的这部分 他们呢 就说哎呀 你们这个A啊B啊D啊 你们也搞不清楚 我就来给你弄一个C计划呢 能够覆盖所有的这些 你就不用担心了 反正你只要是达到我C计划的卡 你就可以覆盖 这些原来初始计划里面A B部分 还有可能覆盖 野科啊 遥科啊 助听器啊 其他旅行啊 那个境外旅行的那个紧急医疗这些 所以呢 那他就来了一个叫做 退休医疗的优险计划 Advantage 这个计划 所以他可以把A加B再加3D 放在一个计划里面 叫做C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的话呢 那就根据这个个人的情况 他会提供又有一个 就除了你交了那个B部分保费之外呢 有可能你还要再交一个每个月的保费 可能就会覆盖 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 这些这些福利 有的呢 就是说呢 这个有的呢 会提供一个计划呢 基本上不要再交额外的费用了 就可以得到一个C计划 但是这个C计划呢 基本上是由保险公司来跟你设计的一个 在你的那个share的范围之内 的一个HMO计划 我等一下会讲HMO和PPO有什么区别 这个HMO计划的意思就是说呢 是一个叫做封闭式的 就是说制成一体的一个网络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只要在他选定的网络的里面 去看医生医院用他的设施的话呢 你的保费就是 可能就是说不要加额外的保费 或者说你买的高一点 还交一点保费 但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 他也是就上 你要交的钱上封顶 他有一个最高的致富额 一般来说呢 现在比较基本的这个C计划呢 可能是六千多 也有的 我目前看到也有的就是说 一年你最高也就交一千块钱 你就可以那些所有的东西都覆盖了 所以我就刚刚讲了一下 就是说呢 原来的计划 政府的保险计划叫PPO 也很多人在这里也听到过HMO 那么PPO和HMO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就简单讲一下 PPO呢 用中文的话术就叫做开放实力量网络 也就是说 如果我去 我的计划是PPO的话呢 我可以到这个南盾啊 南十字啊这些上面 凡是跟南盾南十字签字签约的医生 医院专家那里 我都可以直接去看 尤其是看专家的时候呢 我不需要通过家庭医生去推荐 那么HMO呢 就是一个相对来说 是一个比较封闭 制成一体的一个网络 像凯撒 他就是只提供HMO 也就是说是跟国内的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 这个医院很类似 就是说呢 这个HMO呢 他既提供医生医院设施 又提供保险 所以他就制成一体 你去看病的时候呢 也是就到像国内的医院区一样 医生也在那儿 那个检查也在那儿 住院也在那儿 在一起 就在那个医院大楼里面 但是PPO的话呢 就很有可能你看医生 就是你下楼就可以看了 医院呢 可能要开开车啊 那个十多分钟 对吧 然后当你去做检查呢 又到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很多啊 这个大陆来的 或者甚至有可能台湾 香港来的啊 都比较喜欢HMO 而且呢 因为他的专家需要你这个 这个家庭医生去推荐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他会把这个费用会降下来 他的保费就相对低一些 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 那么刚刚就讲到了是 你看展者啊 大65岁了 本来他在欧巴马街帮里面 可能才交一块钱 突然要他一个月要交148块钱 也是挺多的钱啊 对他们来说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联邦的 退休医疗保险 也可以申请保费补贴呢 答案当然也是的 因为在美国来说 对于低收入的人群 确实是很 政府不是很 很关心 也很 也很这个 照顾的哈 所以我也就是说呢 从这个官网里面 我也看了一下 就是说能够申请 这个联邦退休医疗保险 白卡的 这个收入的一部线 它是也是跟州有关系 它不仅是跟收入有关系 而且跟资产有关系 这就是他和欧巴马街帮 不同的地方 欧巴马街帮呢 我刚刚看到已经有人在提问题 就会提到我等一下会再回答一下 但是呢 就是说呢 联邦退休医疗保险呢 是跟你当年的收入和你有的资产都有关系的 那么资产包括什么呢 就是说呢 包括投资的房产 股票 储蓄 国库券 那这些凡事就是说 你自己就是投资出去的 这些钱都算你的资产 是以你当时申请的时候为准 那刚刚前面讲的这个 贫困界的这个收入呢 是每个月 你就可以看到 假如说在加州的话 你想个人的话 就是说 如果每个月的收入超过了 一千零八十四块钱 那你就可能就不能申请这个补贴了 也就是说一年就跟刚刚我们刚讲的 一万两千多块钱呢 之上呢 你就不算是贫困 之下就算低收入了 夫妻的话呢 他也有一个标准 就是一年大概一万八左右 那么资产呢 也是在一万二左右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呢 就是说呢 美国政府还是一个非常这个人道 不论怎么说 最近大家都很混乱 但呢 他就说呢 对于自己 对于展者来说 就是你自己的自住房 你自己的这个车子 还有一些的必要的一些生活的 这个资产呢 是不包括在你算这个 你的这个 这个就是联邦评负协的申请的 这个资产里面的 大家就是注意一下 就是说呢 他希望你自己有一个房子 希望你能够有交通 对吧 能够在这里比较安心的 比较愉悦的生活 所以这个呢 就是大家也是 这个能够注意一下 好 你看看 就是我是从这个一个样板里面 就是跟你们看一看 就是对于退休的人士 实际上口袋里要放的卡挺多的 你看看 就是说 一般来说 你如果只是有这个联邦退休医疗保险呢 你很有可能就至少有两张卡 有的时候还会有三张卡 有个药费的卡 如果说你要是还享受低收入的补贴的话呢 那你可能就至少有三张卡 就是红卡白卡 还有什么花卡 对吧 就是总的来说 这些卡都有不同的用场 以后 如果我们都是 这些刚刚有小孩子的父母亲的话呢 我也就是说 希望你们对自己的父母比较有耐心 因为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 所以呢 就是说 对他们来说搞不清楚 是非常萌的事情 你就要比较耐心的告诉他们 这个卡是干什么 那个卡是干什么 大家比较要有爱心 刚刚呢 我们就是讲了一下呢 就是说 请大家记住 自己在65岁前号三个月 都要去申请 但是呢 实际上他还有其他的 这个申请日期 我在这里就点过了 就是说呢 一个叫初始的 那个加入时期 那就是65岁前号三个月 共七个月 还有呢 就是每年也有公众开放申请日期 叫AEP 是从10月15号 也就是这个 刚刚开始不到一个月嘛 到12月7号 一共是有53天的窗口 我确实也不明白 为什么定的这个时间是53天 而不是60天 也不是90天 反正就是这么古怪 那么我们就只好就是说 征询这个时期 不要去错过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每年的1月1号 到3月31号 这间我们叫做优选计划的更换期 这个期呢 有90天的窗口 当你更换了之后呢 7月1号开始生效 还有呢 就是说 有些人确实在那个7个月之内 因为各种原因 就像今年疫情的原因 没有办法申请到 那么在那个时候 也可以去申请 申请好了之后呢 就会7月1号开始生效 还有一个呢 就是特殊申请日期 这个期呢 确实是就是说 也是人性化的照顾到 每个人的可能情况都不一样 每个人可能今天好好的 明天他就可能得了重大的病 查出来癌症什么的 或者说呢 还有这些家庭的一些变故啊 什么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它是有一个 也是90天的窗口期 让大家能够从一种保险 换到另外一种保险 这个呢 就是说呢 具体的呢 就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定了 哎呀 讲了这么久啊 就是确实觉得这个 老年的退休医疗保险 也不简单 什么ABCD 又是什么这个计划 那个计划 又是花卡白卡 红卡蓝卡 我就是说呢 只是个 这个 这个展者们 一点点的建议啊 就是说呢 一句话 实际上我就说呢 在美国呢 什么东西都需要规划 也就是 用方老师的一句话就讲了 提前规划 安心养老 在这个医疗保险上面 也是一样 大家能够 如果说进了60 就要开始 看看这个计划 在62岁的时候 是不是会要拿 涉案退休金呢 这个也是一个大的决定 因为在那个时候 你拿的话 会有一个永久的折扣 但是呢 你就多拿 五年六年 对吧 所以我们经常要找 那个平 那叫做一个 叫平衡点吧 就是说 我们算了一下 实际上就是说呢 如果一个人 他能够活过78岁的话呢 那么你从百分之百的时候 开始拿比较合算 但是如果说活不过的话呢 那么早点拿合算 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的命运 交在这个上帝的手里 他会怎么安排 所以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每个人的这个实际的 就是说这个经济啊 来决定这个日期 那我呢 就是说呢 建议呢 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说 虽然是65岁才开始申请 这个联邦退休医疗保险 实际上真正的这些信息啊 这些东西呢 可以从63岁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去收集和听了 尤其是过了这个64岁生日 到了过了一半 64岁的时候呢 真正就要开始整理这些信息 和准备个人的信息了 就要看看我到底急了 40个点没有啊 我有没有这个 就是说这个 真正就是说已经 我的收入是不是 是高还是低 因为这个也会影响你 能申请不同的保险 就像这个补贴一样的哈 所以真正的规划呢 是从60岁就真的就要开始做了 那从64岁的过号的第9个月 就可以立马开始申请了 申请呢 一般如果说申请成功的话呢 那么65岁的那个月 无论你的生日是在2号还是31号 或者30号 那么你的红兰考就会从那个月的1号开始生效 如果很凑巧 你的生日是那个月 假如说是8月1号的话 你还可以提前一个月红兰考开始生效 所以呢就是找申请 找准备这是很好的 如果说实在65岁就是说生日的时候 已经太高兴庆祝的就是忘记了的话呢 我也要提醒你就是说第三个月 就过了65岁的最迟的三个月 也一定要把申请给交了 这时候就让他们去判断 这个讲到这一点呢 可能很多展者还是很困想 老炮石硅谷里面就是工程师也好 IT的好 都是艺术都是一团污水 那但是没关系 所以我就说呢 如果实在是自己搞不清楚呢 就能够去找到一个有执照的客服 或者是经纪人来帮助他们 这个呢就是说呢 既减少了你和父母亲之间的矛盾 又同时得到了专业的服务 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 请大家能够记住啊 那刚刚讲了这么多呢 我实际上呢就是说 也有一些客人呢 是已经拿到了联邦退休医疗保险了 那今天呢我就也是特意请到老赵 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他申请联邦退休医疗保险的 一点点体验吧 就是说这样的话呢 也使得大家快要退休的人士能够放心 虽然说是这个比较的复杂 但是呢一步一步还是都能做成的 好那我们就请那个老赵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谢谢 老赵请请你把那个静音打开 你还你在静音 现在能听到吗 现在好了 好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谢露斯业这个很有条理的 很有专业性的详细讲解 真的听了以后是这个 收益匪浅 那么我自己呢是这样子 我已经退休 退休两年了 那么原来我是在这个 AC Transit 就是九级山湾区东湾的这个 车管局上班 所谓这个政府工 所以呢 拿的保险扫费不太一样 那么我的体会呢 一个就是说 刚才露斯讲的 65岁前后三个月 一定要去设案局 或者在网上 我是在网上做的 这个注册 就是说申请这个红蓝卡 因为你不申请的话 就会受到罚款 第一 另外一个呢 不管你是上班 还是没有上班 比如说你65岁啊 还没有退休 还在上班 也必须去申请 否则的话 也要受到罚款 不管你上班没有上班 不管你上班的公司 给你有没有医疗保险 你像我的话 就是当时公司也有医疗保险 但是你要必须给这个 设案局啊 提供你这个医疗保险 这个证明 它才 才给你免掉你这个 所谓的PODB 这个 这个140多块钱 这个费用 这是一个 那么我这个呢 我自己这个就是说 在上班的时候 保险呢 也没有买那个 那个 奥巴马的这个医疗保险 因为是 公司包的 全包的 退休以后呢 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说 还可以跟上公司的 这个 这个保险 就是全要 全额保险了 还可以自己申请 那么 后来我就 全衡了一下 还是跟这个公司的 这个 医疗保险 那么 退休以后呢 我费率比较高 除了政府收的 这个140多块钱 你PODB的保险以外 因为 刚才Lucy讲了嘛 就是 除了这个80%的 医疗保险以外呢 政府这个 随便付这个 80%这个费用啊 你还有20%的这个费用 还有这个药啊 还有这个 其他费用 比如说PODB的话 你看医生 这个 他只给你 政府这个医疗机构啊 只给付80% 那么剩下的20%呢 而且不封点 自己要付 所以这部分呢 还得买一个保险 所以我就 另外再买那个 叫做这个 什么Advanced 或者叫Supplemental 这个保险 那么这个保险呢 因为我们公司 这个保险 比较好 这个保险呢 就是说 自己就是看 医生付10块钱的 office visit 其他任何 费用都没有 就是一分钱 扣费都没有 这个也不用付 检查费啊 什么都没有 就你自己没有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自付额 虽然保险比较高 那么我和我太太 两个人呢 每一个月 光这个Supplemental 大概需要付 差不多1200多 1200多 而且呢 在1200多里头 我自己哈 还是税 等于说政府 这个公司 还出钱的呢 保我的保险 但是为什么呢 这么高呢 因为我太太 退休 我们我退休以后呢 我太太这个保险 就公司就不cover了 就不管了 那么 但是呢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虽然我这个钱比较多 他包的这个牙齿啊 眼睛啊 什么都有 牙齿的保险 这个配的也比较高 一年一般配3500 是很少很少 有这种保险的 那么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 工会给付300多钱 335 实际上说 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月呢 除了政府 每一个要付 要付140多块钱 以外 我和我太太 每一个月 还要付800多块钱 没办法 这个美国这个 老了以后 还不如年轻 年轻的时候 挣钱还比较多 还不付什么保险 还付的少 老了以后呢 没什么退休息 那么一点点 还付的费用特别高 这么高 没办法 那么 怎么讲 就是说 我的保险呢 大概 我目前来讲 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 我是现在 开萨 叫HMO 什么 叫HMO 在开萨里头 因为呢 原来我没有退休 以前 用PBO PBO这个呢 因为 自己愿意挑 这个自己医生 这个开萨 这个里头呢 就 只有你自己的 Primary Doctor 以后呢 全部在里头 开萨 后来我发现 开萨还比较 方便 因为呢 做什么东西 检查什么东西 马上就可以做 一天内 两天内 就可以解决 你用PBO的话 你又没搞朋友 有些呢 医生好长时间 一个月 两个月 又不到 那么 这就是大概 我自己的一些 这个 一些这个经历了 那么 各位如果 谁有什么 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互相交流 谢谢 好 非常感谢 老赵老师 还有Lucy老师 还有Christina老师的分享 那今天的话 就是下面 就是我们的QI section了 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把你的问题 打到QI section里边 这是我的微信号 如果你参加个 安心学堂 五次以上 而且呢 你转发了 我们的课程 有新的朋友 邀请进来 那你就可以 有红包在拿 因为 从现在开始 到圣诞节之前 我们就整个 就是一个 好怎么说呢 Celebration吧 我知道新冠 虽然是新冠 疫情期间 但是我们生活 还要是继续 我们要以 特别正确的态度 那为此的话呢 安心学堂 在这里也给大家 发一些红包 就让你们 在这种新冠 的情况下 也得到一小小的快乐 所以呢 也同时呢 也希望大家 对我的支持 也非常感谢 我们很多朋友 给我的支持 像Helen啦 Lucy啦 然后还有Ju 特别支持 是Ju 其实包括我 这个问卷子写的话 也是Ju给我提出 很好的建议 非常非常感谢 当然还有很多 很多 很多的同学 你们每一个点赞 都给了我 非常大的支持 让我们把安心学堂 继续去干 就是办下去 办得更好 好的 那就不啰嗦了 现在的话 开始进入QS section OK 这个问题是说 请问 如果他父母是赞美 是绿卡 赞美的没有收入 是不是可以申请 奥巴马Care 好 Lucy老师 父母如果是绿卡 如果没有收入 是可以去通过 投保加州 或者是通过 这个县里面的福利办 去申请 那个低收入的 医疗保险 好 谢谢Lucy老师 那如果先生 一直是跟那太太 共同报税 太太年纪轻 但是呢 已经过了40点 先生已接近了65岁 先生没有40点 那个先生 能去申请红兰卡吗 先生对 先生可以申请红兰卡了 因为他是根据 每个人个人的年龄 去申请红兰卡的 先生是可以的 对 但是太太还不可以 OK 但是Medicare的 自付的部分 是不分顶的 是不是 如果你是 那个叫做原始计划 确实是不分顶的 我就刚刚举了个例子说 如果说那个20%的 自付比例 如果说真的 这个斩者得了一个绝症 要用到50万的话 那么自己就有责任 要付10万 所以这也就是说呢 为什么后来呢 就有私人的医疗保险公司呢 提供这个C计划 就叫做优血计划 那么优血计划的话呢 私人的公司就会给你一个 封顶的自付额 那根据你 可能就是说 在那个上面额外 还要交一点保费 或者是有的是不交保费呢 那么自付额就稍微高一点 大概到7千多 那如果自己要交保费呢 那就可能那个就会降低下来 所以很多的斩者 当身体比较健康的时候 都会选择一个C计划呢 是基本上是不再要多交保费 而且还包括了一些 牙科野科的一些 就是OTC啊 就是到不拿处方药的一些福利 所以那个呢 是大家是可以考虑的 就是 好 谢谢路士老师 那Medicare Medical的人可以选择开散吗 Medical是吧 你是说还是Medical C-A-L Medical C-A-L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很多人就是说 我真不知道 我拿了一个低收入的保险 我到底能到哪些地方去看病 实际上是根据每个系列的情况不一样 但是呢 低收入的这个免费的白卡呢 它是就是默认的是可以到你们那个县 当地县的社区医疗机构去看病的 就有点像国内的人民医院吧 就这么讲 但是呢 也有一些私人的保险公司 像蓝石志啊 或者凯瑟呀 他们也在一定的时候 隔离有选择 那么刚刚这个观众就是这个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呢 是很有意思 就凯瑟呢 就像有些人哈 很混淆 就是说我拿个白卡 也可以去看凯瑟 那我的这个经验呢 是说呢 如果说你以前在没有拿白卡之前 有凯瑟的保险 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呢 掉下来了 到了白卡里面了 在一定的时期之内 如果说政府批了你这个白卡 又在那个时期之内呢 也有可能你能够选回到凯瑟 但是也要看在那个县里面 凯瑟是不是属于 这个免费医疗保险里面的其中一个保险机构 所以这个是因地域而不一样的 要看具体的情况 好的 谢谢陆石老师 那65岁以下的特殊残疾人员 什么条件可以申请红蓝卡 这个呢 有几个类别哈 一个就是说呢 有一种就是假如说 有这个洗肾的要求的 像这样的特殊的病例 还有一种呢 就是叫 我查了一下 它叫ALS 也就是叫机动症 就是有些人啊 就是开始这个 病人就开始 就是说这个肌肉 就是没有力气 然后就开始慢慢的 就是不能动弹这种 他如果在经过一定时间的治疗之后 他可以去申请这个 就是这个叫做特殊的 涉安退休的这边一个 类似的这样一个福利 还有一种情形呢 举个例子 就是我知道的 就是说假如说有些孩子 他从小他就有一种特殊的需要 特殊的一个病也好 就是身体上的也好 也是心理上的也好 如果他到18岁的时候 他还不能够自己生活 治理的话 当那个学校高中毕业 或者什么时候 得他那个IEP的评价 就是说他还是属于特等的 特殊需要的那些孩子 他也可以直接进入这个联邦 就是说这个退休医疗保险的福利 有不同的情形 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好的 谢谢露西老师 你刚才有个举例 上面是写从11万4 然后减掉了1万4 对吧 那你这个1万4是怎么样 magically减掉了的呢 我就是说是举了个例子 就是说如果你的税务规划 做得比较好的话 你有可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当然就是跟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 举个例子 如果说像自雇的人士 你每年你知道 因为不能够买那个 就是公司的那个401K的 那个退休计划 但是呢 自雇人士呢 是可以做一个叫 这个叫做 ARA 就IRA的退休计划的 对吧 那么退休计划 假如说对于一个50岁以上的 这个人士来说呢 你每年最多可以给自己 做一个7000块的储蓄 就是退休储蓄计划 那么这样呢 你那个7000块的收入呢 就可以从你的 总收入里面能够去减掉 所以你不会交当年的税 那如果说夫妻俩都是50岁以上的话 也都是在自雇 也有收入的情况下呢 你们是可以做一些这方面的规划 对吧 甚至于有的时候 有的小公司的 这个或者是这种开的 这种Solo Propertory啊 这些呢 还有一个SELF ARA 也可以考虑 所以还是有 就是说 在美国有很多合理合法的一些 做税务规划的一些工具 可以用 谢谢 对 然后每个礼拜四 安心学堂有个金融 金融产品高级班的课程 这高级班的课程的话 方老师给大家讲解的话 你怎么样 用其他的方式方法 然后呢 把钱投在你 比如像一些IUIO了 Fixed Income了 这些 一些金融工具当中 然后呢 这些的话 是不算在income里面了 所以这个是每个周四的课程 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发邀请链接给你 然后加微信的时候呢 请把你的email发过来 然后我会把邀请链接发给你 这是每个周四的课程 那现在就说 如果有一大笔存款 那还可以有条件拿到 奥巴马Care的补助吗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家提到的问题 就是说呢 现在联邦的这个法律 就是这个评价医疗保险呢 它只测试你的 就是叫Live Income 就是实时的收入 也就是说你那一年的收入 它并不测试你的资产 也就是说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说一个家庭 它住在200万的豪宅里面 但是它确实 目前它没有收入 或者收入比较低 或者说它的收入 在那一个范围之内 确实它也是可以享受 奥巴马健保补贴的 谢谢 好的 所以它只是跟你的income有关系 和你资产没有太多的关系 是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说 这个奥巴马保险和联邦退休 医疗保险的那个 去收入 就低收入的那个 测量那些就是标准是不一样的 那个退休医疗保险的话 如果你要申请它的收入补贴 保费补贴的话 或者是费用补贴的话 它是要看你的资产的 而且资产的量 你看非常的不高 一万多块 确实不高 OK 所以如果你是 有一个人是60和64岁之间 然后他是比较早的退休了 但是有一大笔钱在401看里面 但是他的收入 他的minimum income 他的收入不高 earning不高 那他能拿到 奥巴马保险的补助吗 当然可以 就是你就是一定要看 你的这个当年的收入是多少 如果说你有很大的一笔钱 在退休里面 但是你还不想拿出来 只要你没有去兑现 没有当年拿出来 没有拿到1099的那张总结表 你都可以享受这个补贴 直到你告诉政府 我可能拿了五万块 七万块的退休出来了 那么他会根据你家里的人口数来判断 你是不是可以拿这个补贴 谢谢 好的 谢谢Lucy老师 那这边说说 Lucy老师好 父母来美探亲 他们是B2签证 可以申请Medicare的和Healthcare吗 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退休医疗保险呢 对于那个探亲的父母亲来说 基本上不可能 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在美国工作 40个点 但是呢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申请到 奥巴马健保呢 有可能 有可能就是说呢 你要根据他 我帮忙接保的几个标准 几个条件 你能够一个一个的 如果能够去符合的话 你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在这里来短期的探访 几个星期或者甚至于一两个月的话呢 我的建议呢 就是说还是买一个旅行保险 就又便宜 又能够买个安心 如果说是会像今年确实是很多的父母亲 很无赖就被因为新冠被逼迫 在这边多呆了 但是呢 这个东西因为我们都是没有想到的发生的 可是呢 有些父母亲呢 还确实是可能因为退休了第二个工作 也就是说可能会过来带孙子孙女啊 什么的 如果考虑会呆上半年以上的话呢 就是说呢 这个子女可以考虑 他们就是说把这些条件能够去尽量的满足 而且是在这个像现在这个开放日期啊 就开放的时期呢 通过投保家族去申请呢 他可能这些政策就比较宽松 他就可以拿到这个欧巴马切保的这样的保险 就是说 这个呢 具体的情况还要具体的去分析 谢谢 好 谢谢Lucy老师 好 这是我们安心学堂的优管频道 那这个是我的微信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参与 我们就下个周六见了 请订阅支持安心学堂 然后你的订阅支持是对我们最大的 订阅支持点赞转发 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我们就大家晚安 安心学堂YouTube频道开播了 不要忘记点赞 关注和点击小铃铛 精彩的内容等你哟 请订阅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